我們要怎麼評定 養殖的海鮮是環保 可持肉地,沒有環保的選擇 第一,海鮮的願苗 是否真正完全繁殖 叫做全輪 第二,我們考慮的時候 例如養殖時會否周邊的水體 環境有很大影響 例如養殖時會否令整個海岸地區 或者紅樹樓被剷走 會否有很多污水排出地區 這都是考慮因素 第三,亦非常重要的管理系統 養殖系統是否良好管理措施 監管住,令它的影響感到最低 這三個大方向就是幫我們評估 一個養殖的海鮮是否可持續 是否環保的選擇 在2012年時就有一個… 拿到一些資料關於澳洲的室內循環系統 我們在2003年開始在家道理農場上 做了一個香港大學研究 從那裡開始做室內循環系統 是用一般水牛水加科學鹽來養的魚 希望將魚放在房子裡 不要讓大自然有那麼多東西影響到它 而希望的死亡率低,就從那裡開始 室內飼養的原理就等於… 將大自然搬到室內 因為魚需要甚麼呢 需要流水、溶養、乾淨水 全部需要工資製造出去給那條魚 最基本上,第一件事就是有池 如果要等水,可以等到130-140噸水 你等了水下去,就要水運行 因為死水不動,那些垃圾不能走 不會清除 我們就要池裡有流水 它很有趣,可以在室內看見三文魚 那條條就是對著流水 因為如果不動,它會倒轉讓流水沖 它就要經常這樣動 所以我們的魚是有很大量的運動 而且我們的魚的特徵 跟野生魚沒有分別 很長身,而且肌肉發達 首先,我們的魚苗多數是從台灣來的 台灣苗來的時候,多數是坐飛機來的 一個膠袋裡,差不多可以來500條 來到…進入我們的牆 基本上在我們的牆內住 起碼12至18個月 如果你說將這條魚跟野生魚比較 野生魚要離開香港 要去大海捉 你途中有多少魚是無法抵受的旅程 而死亡 這些種種因素加起來 變成了極限環保 我們這裡的龍躉 來的時候是魚苗 英文稱為Fingering 小條就叫Fry,魚苗 大條就像手指那樣大 叫Fingering 一條這麼大,變成在餐桌上 就像中餐一圍,就像這麼大條 基本上是16至18個月就可以了 如果我們養得好 小心地栽培它在18個月內 例如我們來,有1000條 如果沒有病、疼、無性 很大機會有900多條會生存 我們現在主要客戶的對象 就是五星、六星級的酒店 因為他們有些人很注重 第一,注重環保 而且他們很注重要用的東西 可以再持續 普遍的食肆對價格很敏感 但我們可以說是唯一 一間香港做海鮮的公司 可以跟你簽一個未來的合約 我們現在可以簽到年底 那條魚的價格不動 海鮮價…大家都知道有甚麼事 海鮮價不是這樣的 但我們可以這樣跟你定價 定價是年底 甚至定價是明年農曆新年 而價錢不會移動